Hello 大家好 我是加州房产经纪戴笠 首先祝大家新春快乐 现在我在的位置呢 是位于加州的森林湖 Lake Forest的一个新区 今天我会带大家看两个户型 第一个户型是三房 第二个户型是四房 这两个都是四房 非常相似 但是我个人更喜欢这个四房的户型 我们稍后进去看一下 好 现在我们先去看一下四房吧 走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三层的一个结构 这里目前是设置成了办公室 但它是一个车库 它会跟刚才我们看的那个车库是一样的 未来改成两个车库加一个停车位 好了 往里来 这个是正门 来 我们进去看一下 一进来之后 这边设置成一个办公室 窗户很多 而且你发现了吗 加州的房子的条高都很高 让人很舒服 你进来的地方这边可以挂衣服 它是利用了这个楼下这个空间 往里来 抱歉 这边是车库 目前个质在中的办公室 经过一层的书房 来到一个套间 这里边是个权位 这是这个卧室 这个卧室非常好的一点 就是它有一个推拉门 可以到后院 我们可以看推拉门也很高 采光很好 可以从这里看一眼后院 好 现在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这个台阶给人比较好 就是不是很陡 比较平缓 来到二楼 我们可以看到开放式的客厅 家庭厅 还有厨房 在客厅的旁边 立半墙上全是窗户 采光很好 可以容纳三人的超大中央倒台 这个整个的一个三面 推拉门 这边大餐桌 八人大餐桌 往这边来看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边这个微波炉 跟烤箱蒸汽一起的 都是这种超拉式的 很鲜线 大家往这边看 这边是一个外吸油烟机 内嵌式的这个灶台 烤箱 这个太棒了 非常的厚实给人感觉 然后整个嵌进去的 一个bow的一个洗手喷 好 你们这边看 在这个厨房的后面 还有一个卧室 也是一个权位 家卧室的设置 如果您家里人 不需要这么多卧室的话 也可以把这个卧室 设置成办公室 这样您在客厅 厨房 办公室 非常方便 在这二层 好 我们现在去三楼看一下 看到三楼可以看到 这楼梯扶手都做了楼空 然后这边也做了很多的吊锅 跟厨锅 这边来两个卧室 我们先来看一下主卧吧 通往主卧的路上 这边是洗衣房 带一个窗户 看一下这个超大的主卧 这个条高都很高 这面墙也是做了装饰 我们看一下这个主卧 超大的一个衣帽间 一个卫生间 这是衣帽间 男女主人两边各一半 都足够用了 往这边来看 架大的淋浴房 浴盆 超大的双人洗手盆 这边是一个干脏的马桶房 还带有窗户 好 这套房子我们就看完了 我跌跌撞撞奔向你 你也不能一个人离去 我们在一起说过 无论如何一起经历了风雨 平平淡淡 好 刚才我们看了一个四房 现在我们看另外一个四房的户型 它们非常相似 但是这个户型的特点是 它有两个主卧 好 我们进去看一下吧 这个四房大家看一下也是啊 它是个两车库 但是呢 这个车库往里伸了一些 所以前面还有个转位 所以您一共有三个停车位 好 我们进去看一下吧 好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进门 这里通往二楼 我们稍后介绍 穿过走廊 往里来 这个是通往车库 我们看一眼这个车库 你看见没有 这是连在一起的 虽然是两个车位 所以非常方便 可以直接都走进来 好 往这里边来 这边通往后要 可以看一眼这个院子 走出来看一下 院子还是挺不错的 这边还设置了一个烤火的区域 小的一个温泉 从这边我们回到一层 这里边是一个主卧 这个主卧是个套间 看一下 这边有个泉位 所以这个主一层 有一个主卧套间 是可以通往后院的 来 往这边出来 这是主卧的 一层主卧的一帽间 这里回 然后从一层这套间出来 就是刚才我们通往后院这个门 所以它整个是贯穿连通的 现在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这个地面目前都是地板 好 上到二楼我们看一下 这里是客厅 这边是开放式的餐厅跟厨房 连接在一起 在这个 往里走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超大 加厚的导台 可以容纳三人 可以一起吃早餐 这边的这个窗户 这个厨房这一面 还设置了两个窗户 同样也是配置了万锡油烟机 内嵌湿灶台 给人很高档的感觉 这边窗户也很多 采光很好 这边还有一个推拉门 可以通往外面的一个deck 在这个厨房的后面 往这边来 二楼还有一个 完全的一个权位跟一个卧室 同样的 如果您想把它改成办公室 也是非常方便的 现在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他们家这套户型四房的最大亮点 就是它有两个主卧 来 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来到二楼看一下 这个走廊也是设置了 这个很吊棍啊 方便储藏东西 两个主卧 我们先去看第一个主卧 这个主人房 这边就是这个小区的clubhouse 可以看到泳池 风景很好 这个小区的最大亮点 就是它地出很高的位置 所以可以俯视看到下面的风景 看一下主卧的这个 卫生间 这边是衣帽间 这里是一个家常的 一个双人洗手盆 这边来是干湿 这边是淋浴房 这边是肝脏的马桶房 这个卧室它没有一个泡澡盆 我们去看一下另外一个卧室 这个主卧很棒 也有一个推拉门 可以连接到外边的deck 这边就是主卧的衣帽间 这边淋浴房 双洗手盆 这边来 也是一个马桶 跟马桶房和衣帽间 我发现了 它这两个卧室都没有泡澡盆 所以说如果您要想 改装泡澡盆的话 可以跟它们再进行设计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戴笠 我的英文名叫Linda 我是生活在美国 犹他州跟加州的房产经济 我拥有两个州的房产执照 如果您需要在这两个州买卖房产 欢迎联系我 我们一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服务 帮助您实现您的置业梦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